先醫生作折 身體力行 先我們做人看 我爸爸他就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 他已經四十幾年 沒跟我睡覺了 那種我就會想起 就是以前我的自己小孩子 小的時候 小孩子都喜歡趴在 大人的肚子上睡覺 就是說當你就是 手不怕你肚子不吻 那種感覺你就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那種父母親對小孩子 那種愛 那種感動 各位好 歡迎來到 大愛回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月娘 今天戲劇走到了 第二十三集 覺得一定要請教這一對父子 來聊一聊他們心目中的 阿樂師姐 我們首先來歡迎的是本尊 鄭天吉 鄭師兄 主持人好 大家觀眾好 繼續的話是阿樂師姐的大兒子 我們歡迎鄭淵燦 主持人好 全球的大愛觀眾大家好 我們都很想念阿樂師姐 我們請這個大兒子 來回想一下好了 我們在這一集當中 看到爸爸媽媽真的是 很會打鼓勵 你的印象當中 國小之前就已經覺得 爸爸媽媽很會打鼓勵的嗎 對 他們就兩個人 個性非常不同 平常心想兩個都是優秀的人 可是擺在一起就 個性就是極端 剛好是極端 都很優秀 好吧 我們就請兒子 來講講爸爸媽媽的優秀好了 爸爸他的優秀地點在哪 優秀點在哪 爸爸他是屬於比較那個 苦幹實幹型的 所以就是說像以他 那時候在開公車的話 早上的話公車五點多 就要出車了 對 所以他都四點多 他就要出門了 那時候剛開始家裡比較窮 他都買腳踏車在騎 後來稍微有點積蓄了以後 他又買了一台那個 維斯牌機車 然後後來有時候我就問我爸爸 他說你為什麼有時候摩托車不騎 他說下雨天捨不得騎 所以他下雨天他還是騎腳踏車 去上班 真的喔 所以是刻苦耐勞型的 媽媽呢 媽媽他就是屬於就是說 因為從小家庭環境就比較好 所以他在 就是對朋友方面 他就會比較大方 然後他願意跟人家分享 然後所以就是說 他也比較慈悲 就是見不得人家苦 他就會那種感同身受那種感覺 是 影子的方面 做阿嬤也是做那些很多年 都沒有達成共識嗎 達成共識像我兒子講 他是我們個性就是 好像不一致嘛 他就會化身摩擦嘛 摩擦會 會遇到這個情形之下 就會冷卷出來 冷卷先出來 先把對方射一下 然後再來就變成冷卷 冷卷 不是冷卷 冷卷 冷卷 那時候為了結婚這件事 他們兩個就趕快 趕快處理 你那時候知道他們的心情嗎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他們人都在高雄 然後我在台北 然後他們也看不到 他們會有一種那種 使不上力 幫不上忙那種無力感 誰的反應比較大 應該講說 兩個人反應都蠻大的 可是那時候爸爸就有說 不管他以身作折 他先戒冤 他說先戒冤給我們看看 我們會不會戒 是喔 我們在局中看到的 感覺就是說 後來在台北這樣 吃婚去拿到 像是我也是看到那裡 我突然有一個問號 我感覺天吉師兄 可能不知道要說什麼 因為你自己也吃婚 吃很多年 真的因為這件事 讓你覺得說 要做到那裡的母郵 蓋起來是嗎 對 是你自己說的 還是師姐幫你要求 我告訴他們 我自己想 先醫生作折 身體力行 先這樣做人看 用夠用這種方式 他如果再吃就他的事了 我就是老婆先給你看 這幾個我只用這樣教育 你自己吃婚吃幾年了 我吃不吃很大 但是 吃得很久 很久 很久 自結婚之前就開始有吃婚了嗎 有 有喔 但是你這個中間 還要不要去想到說 因為自己吃婚 第一次小孩可能有機會去吃婚 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時候沒有想到這樣子 真的遇到的才驚覺說 遇到才知道 原來 孩子抽菸 我是這麼擔心喔 對 然後才知道 說戒就戒嗎 有沒有困難的地方 沒有 沒有 沒有感覺困難 爸爸就是這樣子說到做到的人 對了 就是說 其實那個當下 他說要戒的時候 我們那種心情是屬於算激動的 還不算感動 可是後來到長大了以後就是說 因為我在外面也有在打慢速壘球 然後前兩年我下來高雄比賽的時候 我爸爸有來看我們比賽 然後球隊老闆就是 看我爸爸年紀那麼大又來加油 他就招待我們住在那個飯店裡面 在睡覺之前 我爸爸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他已經四十幾年沒跟我睡覺了 那種我就會想起就是說 以前我的自己小孩子小的時候 小孩子都喜歡趴在大人的肚子上睡著 就是說 當你就是手部 走在肚子上那種感覺 你就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那種父母親對小孩子那種愛 那種感動 對 真的耶 國小畢業就離開家 算是真的才十二歲左右 然後加上我現在工作也都還是在台北 所以就是說跟父親平常講算 據少離多 所以你如果回想起來 爸爸跟你真的很彈心的那段日子 應該是你決定選中要去台北打球的時候嗎 那時候就是說 去打要去打球那時候 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爸爸他以前小學的時候 他還是棒球選手 當然他有他自己的夢想 可是就是小時候家裡經濟比較不好 不允許他再繼續打下去 所以他就會把他那個希望就放在我們身上 那當然是媽媽他是比較反對 因為小孩子總是十月懷太深的 然後那麼小就要離開身邊 然後又看不到這樣子 所以爸爸有曾經跟你說過他的夢想 他那時候是大概有講一下 就是沒有很具體的告訴我們 最主要就是說 他也不想給我們太大的壓力 真的 你有一個沒完成的夢想 看到小孩可以去共和球很高興嗎 當然 我有支持他 但是去訓練很辛苦 你這個部分原本就知道嗎 有一點 不會完全清楚 所以他到那邊比較知道 原來這麼年辛苦 他會不會跟你說 婚姻很苦嗎 我從來人少講說 我們這個兒子他是自己 自己的事情自己接送 他不會和父母親怎麼受苦 怎麼他不會講 正經的話他就會講 其他的他不會講 真的 我覺得能夠想像在 那麼小的時候打棒球 而且在那個時候的年代 就像你說他還是屬於那種 不打不成氣的觀念的時候 有沒有曾經會去覺得說 我可能待不下去了 然後想要跟爸爸媽媽撒嬌訴苦 其實那時候我們從高雄 上來台北的同學 也有好幾個人 然後就是說 大家都會互相鼓勵 就是我們同一屆的 也不只是我們從高雄來 也有從花蓮來的 也有從台南 還有從屏東 也是來自市面八方 爸爸跟媽媽 當知道你要比賽的時候 你有聽過他們在家鄉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場景嗎 因為以前在我國小的時候 在高雄的石頭角比賽的話 我爸爸幾乎每一場都會到 你假如那時候我們上來台北以後 因為比賽的地點就全國這樣子跑 全省這樣跑 所以就比較沒有辦法 不然國小的時候 他幾乎每一場都會到 每一場都會到 對 在下一集當中的話 會發現這個就可能有讓人 出發到的就是永明 去買一罐豆油 買到不知道去哪裡 所以我們家都是屬於那個 女子丹達 女子丹達 很有趣喔 看看我們的阿月師姑怎麼樣 教育孩子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月娘 也感恩兩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謝謝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安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